为了让居住在市区内的文著名朋友们都可以传承传统文化 县府园民局除了开办部落大学外 日前也特别举办节约典礼 首先我们推动部落大学 我们已经在地生根了十余年 我们园民会跟我们园民局 一直在自力推动终生学习这个区块 尤其是部落大学 我们就是希望说 我们这个部落大学能够落实在我们的原乡地区 也更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这个都会地区 因为我们都会地区也有很多的这个园民朋友 除了平原跟山原都会在这边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城乡比较有差距 那我们在这边也能够让我们的族人朋友 能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文化的扎根学习 还有我们乐活我们的这个生活 还有以及就是做产业的推动 这次部落大学总共有两种课程 分别是原住民舞蹈 再来就是编织 透过传统的图腾结合衣服 能够将老祖先的智慧永续传承 可以写到一些我们传统的图腹 的祖腹 你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吗 可以写一些我们以前遗失的 我们的祖腹这样子 就是我们一些就是说 有的是用十字绣啊 还有一些这样子的图腾 然后拿来撑车这样子 对我们很好 因为我们可以写到我们以前小时候没有写到的祖腹 对我们以前都出去外面上班都没有写到老人的一些的那个 对对对 医院时兴隆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居住在市区的原住民朋友们多多学习 那我们族人啊 基本上他们能够透过这个部落大学的原许班啊 在都会区啊来办理啊 确实是不容易啊 也让我们的这个课程啊内容啊能够一再的进阶 就是我们在南投市啊 等于周边啊 这几个里的啊 不管是哪一组的我们的主人大小啊 都能够来参与